疫情当下各社福机构面临了募款困难的窘境 但是长期服务花冬弱势的门诺基金会 却传出了员工抗议董事长程永新浪费上款做公益 以及滥用职权调动员工职务的事件 门诺基金会企业工会已经向主管机关 县政府社会处送件投诉 而董事长程永新则是表示 他是无几值奉献 款项支出都是合法 强其服务花冬地区弱势民众的门诺基金会 居然出现了白布条抗议的画面 而且是由基金会员工所发起 抗议董事长滥用职权浪费散款 直接当下要他本来事先写离职信 然后后面又说叫他做一个调职的动作 在调职动作牢基法第十四条 这边有讲到 你应该要符合五项的原则 这个利益跟动机 应该要符合合法的一个目的跟动机 这样看下来 因为他即刻调理我们的燕影执行长 其实也都没有后续一个接任的执行长的部分 那这样会造成我们的一个运作上面困难 也会影响到我们近三百个员工的一个工作权 在去年的时候有出了自己的一本自传 那他就是有请出版社寄书到基金会来 那我们其实也蛮开心说 有这样子就是董事长送我们书 但是事后我们就收到那个出版社的那个发票 要求我们做付款 最近他就是也跟朋友买了那个土机 对要送给那个员工跟我们的一些长辈 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是陈董事长自己个人的一个行为 其实我们基金会二十四年来就很认真 很把社会大众交给我们的钱 很妥善的去运用 那我们也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是不适当的 所以我们今天才会站出来 希望就是社会大众能够支持我们 去制止这样子的一个滥用善款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我们看在民报上确实必须要付高额的一个费用 对所以我们觉得这样子是很不妥当的 我们确实觉得是应该要有利益回避 因为他自己本身是那个民报基金会的董事长 基金会董事长陈永鑫在下午也出面说明 他表示他是无几职奉献门诺 任内也为门诺基金会募得了十多亿元善款 而董事长的任命职务调动 还有买书买机买广告都是合理支出没有违法 我们在会议记录还是写说 选举结果蔡芳文董事以期票当选为新任董事长 为蔡芳文董事长当场表示 上南接任董事长职务予以请辞 然后才经在场董事讨论后共同决议 请陈永鑫董事长蔡芳文副董事长延任半年 这不是我客人公关啊 这是基金会的公关啊 对不对 那我们书才送五十本嘛 是主管跟董事为主嘛 对不对 那你说我中秋节送大家一只鸡 主管都收到了 给重要的捐款人或者比较关心基金会的朋友 送个四五十个人 这个有过分吗 六十万以内的采购他都能决定 我们从来没有过问 那我做董事长我从来不领薪水 替这个基金会募了十几亿 六年我花不到 我看没有超过五十万 对不对 那这个有过分吗 明报他也是一个基金会 他也是基金会 那基金会跟基金会之间 可能有时候公益活动也会互相支援嘛 也会互相捐款的嘛 有的基金会他会捐钱给别的基金会 去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嘛 所以并不是说因为我是 明报国外艺术基金会的董事长 或者创办人嘛 这个钱不是给我个人嘛 目前门络基金会企业工会 已经向主管机关 宪府社会处来送件投诉 相关后续作业有待主管机关来回复处理 而这起事件是否会让捐款人质疑 捐出的款项用途 投诉的基金会员工表示 就是不想再看到浪费社会善心人士爱心 他们希望把每一分捐款都可以落实在照顾弱势身上 借了一会捐款人士报道